Hello 大家好 大家都知道我平常做一些露營機器的review 但有時候人們就說我講話太過複雜 或者不是很適合初學者伸手去聽 以至他們不太明白我說什麼 例如我經常講那些Metaboosecon 有鮮小膠、有carbon pro、有欄底、有車線位等等 所以今天就講一些比較顯白、淺、耳鳴的東西 就是講一些大家必須用到的 就是曲石 HELLO 大家好 開始之前提提大家 如果大家還未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按下方的鈴鐺 還有按旁邊的鈴鐺 有什麼影片第一時間就可以通知到你了 好了 正題了 今天要介紹這個曲石 並不是獨立一個牌子的曲石 它是好幾個的混合 首先它有一隻GSI的蜂巢煎盆 它的柄就是在這裡 接著就是這個Snowpeak的夜燕1500 它有一個易潔鑊和易潔的煎盆 先把它拆開它 首先要介紹的就是我現在手頭上面 拿著的Changer 25曲石 它其實是什麼 因為你買的時候 它不是一個普通曲石 這樣給你買的 它是一個連著主食爐 連著封擋煎盆 煎盆和煲的一個產品 它很有趣 它用的不是GAS爐 因為大家看到在露營世界上 很多人都用GAS爐 但其實它是很原始地用一個酒精爐 酒精爐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你要加一些酒精 然後點著它 這個爐用的時候要小心一點 它一套產品 裡面除了剛才我說的 還有一個水壺 水壺就是用來給你煲茶的 普通的水壺 但其實我平時不太用到 所以我就拿了它出來 它裡面實質上 你用來煮食的曲石 就只有兩個鍋 和一個煎盆 而且它會送一個這樣的鉗給你 因為你看到 那個煎盆上面是沒有病的 所以你還要用這個鉗 夾著它來煮食 但是這個東西有一個不好處 但是它傳熱非常之快 所以你不能長期放在這裡煮食 這個東西是超辣手的 而且記住買回來的時候 它會有一張這樣的膠 保護著二結鑊 因為其實二結鑊的質素 是不錯的 不是十分之漂亮的一個二結的塗層 你看到我很多這些位置 其實已經花了 這個東西是用來保護著它 你收起來的時候 就不會說鏗花它 這樣 但是這個牌子出了好幾款的 產品 它有 現在你手上看到我這個 普通的鋁 但是就是二結的煎盆 它有一個版本就沒有 就不是二結的煎盆 所有東西都沒有二結的 之後又有一個版本就是硬鋁 你現在看到這個是銀色的 硬鋁就是黑色的 有一個有Coding版本 有一個沒有Coding版本的硬鋁 至於大小方面 這個就是UL25 它還有一款叫UL27 你不要以為它大一點就大一點 其實UL27是小的那款 UL25這個才是大那個 它的水煲 起碼都有1.5L 這個量度位 就讓你看到這裡去到多少水位 這裡就寫著1 小那個已經是1L 大那個就大概1.5L 剛才我說過它有二結的版本 為什麼我不買二結的版本 而要買不是二結的版本呢 因為有時候我們煮的食物 哪些東西都適合用在二結煲上面 因為有時候可能你要煮一些 甲殼類的東西 其實如果你放進二結鍋 或者二結煲上面 你攪拌的時候 很有機會會煮花你二結的塗層 而至於另外一個好處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我之前那條片 就是講怎樣做一個焗的辣山芽 那這些沒有塗層的煲 放進焗爐 受熱是更加好的 因為二結塗層 並不能夠受到很大的熱量 所以有些情況 我們需要用到一隻沒有二結塗層的煲 你看到很明顯 沒有二結塗層的話 是會很容易煮焦東西 你看到中間已經焦了 兩隻都是焦的 所以大家如果買沒有二結塗層的煲 的時候 就有這個考量 究竟你是否有完美主意 你知不知道會受到煲 最後會變成這樣 好了 之後就要講一下 為什麼我要入手第二隻的曲線 第二隻曲線 就是Snowpeed 的曲線 原因是什麼 因為用這個曲線 很多時候你都要原設 連爐和風袋一起拿上山用 但是這個爐 其實我是一般喜歡的 它是很小一個很方便的酒精爐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過快餐店打邊爐 那爐裡面的燃料 如果越來越少的話 同樣地它的火力就會收細 有時候你要加大火力 就要加一些燃料 但是這個爐 這個酒精爐 它是不能即時 它著火的時候 噴一些酒精 否則就會消失 你要先把這個爐 就先吸食了它 之後還要等一會 等它冷卻之後 才可以加一些酒精 否則 還是會危險的 你聽我這樣說的時候 你也知道 你在山上這麼大風 你煮的食物 煮一聲就冷了 難道又要再煮熱嗎 這時候 這個東西就表現得很麻煩 所以我就不喜歡用這個爐 所以我之後就換了第二個爐 就是普通的啤酒精爐 但是它的盒孔其實是有點麻煩的 如果你就這樣 不帶酒精爐耳 帶這東西上山的話 就奇怪 那時候我還未知道 Trendger它出了一個網袋 給這個曲套 但是我就沒有買到 我就直接入手了另一套曲套 那個就是Snow Peak的夜燕 夜燕它有分1500和1000 它兩個都是硬鋁 硬鋁之餘 它兩個煲 即是四個 兩個 兩款四個煲 都是易潔的塗層 而它的易潔塗層 是比Trendger的易潔塗層 來得漂亮很多 你看到我現在用了這個 這麼久 都是未花過的 至於這隻煎餅 為什麼花了 知道的人就會知道 發生了什麼事 這個Snow Peak的曲套 就是這樣 有一個布 它除了送給你 可以給你抹東西之外 其實它純粹是用來防刮花 因為它整個東西都是易潔的套層 它來的時候 就連同這個袋子 Snow Peak的曲套 來的時候就是這樣的 裡面就有一個這樣的 柄 讓你用來 鋪下去這個 尖盆 你看到它也是沒有柄 你就要這樣去用 又方便很多 你不用用這個夾 這樣夾著它 而且這個東西 整天都不知道它被弄到哪裡 這個東西就有一個好處 就是這樣 永遠都是這樣 但同時這也是一個不好處 例如你要把這個 在爐裡拿下來 然後你要用這個鍋 那怎麼辦呢 你要先拆掉這個東西 然後掀在這個鍋裡 然後再拿上去煮 因為你放在爐裡 這個東西很熱 那你就沒有辦法 將這個東西掀在鍋身上 那你在爐裡拿下來的時候 就會有點麻煩 那所以呢 它是一個好處 也同時是一個不好處 而Snow Peak的好處就是 它有這個排水孔 那所以呢 你煮東西吃的時候 可能你煮意粉的話 就可以用這個位置 去排水出來 而Snow Peak這個鍋裡面 都是有黑度的 它的黑度 就比剛才那個 更加詳細的 剛才Gengia只有兩個 就是兩個的黑度 這裡就由400ml到15ml 就每200ml就有一個黑度 量水位的時候 就會比較精準 好了 那至於這隻GSI的曲子 其實不是我買的 是別人送給我的 那它來的時候 就是這樣的 那它可以這樣 牽它下來 然後就這樣咬起來 就可以收到背囊裡 那它是一個stand alone的產品 它不是一個完整的曲子 它就是單箭頭 那它跟普通的易潔有什麼不同呢 它用了蜂巢 那所以它的正中心的位置 這些位置 它是能夠做到易潔的效果 而且是 不是很怕刮的 那可以用筷子 那些都沒有問題 那當然你不要大大力剷下去 那它始終都是一個塗層來的 但是它只不過是有蜂巢 所以它就不要那麼容易去刮花 但是它也是有機會會刮花的 但是它有一個不好處 就是當你煮的食物 可能油脂 到處都是的時候 會彈到周邊這些位置 這些位置是沒有易潔的 那變相呢 你煮的時候 你又沒有理會它 它就會吃緊在那裡 現在摸上手 就會粒粒粒粒的 洗的時候也很麻煩 因為這些位置不是易潔的 是普通的不鏽鋼 而且這隻的不好處就是 它真的很重 這隻是不鏽鋼的煎盆 其他的全部都是鋁和硬� 好了現在要說一下 究竟為什麼我會 特地去拍一條影片 介紹這一抽的曲套 其實最欣賞的地方就是 這個煎盆 可以放這個鍋 因為它是一套的 而這個鍋 可以放Tranjia 那一對鍋 然後 然後還可以將這個燒烤網 這個怎樣才會用 我下次會有個影片 特地講到 再加上這個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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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上這個操板 大家可能會知道是什麼 這個是MSR的Gase Stand 再加上這個爐頭 放進去 蓋子放進去 這個Changer Gin Pen 可以放在底下 這樣設定 然後這個是Snow Peek的網袋 它可以沾沾地把我剛剛所說的 Cosack Gin Pen的鍋子 可以放進這個袋裡 然後你還可以把這個 GSI的Gin Pen 拿出來放在頂上 這個就是為什麼我要拍這部影片的原因 外面其實很多角色各樣的Cosack 但是為什麼我特意說這個Cosack 這樣給大家看 你看到這個Cosack 雖然它好像很大塊 好像我的頭那麼大塊 但是裡面是很多東西的 有三隻鍋 兩隻是不易結 一隻是易結 三隻Gin Pen 又有一個爐 所以它收納起來 其實非常適合我們去煮很多人的菜 你想想 三個煲三個Cosack 可以煮到多少菜 好了 講完大論之後 重點是什麼呢 重點這個東西的重量 究竟是怎樣 我稍後就把它分開三套 逐個逐個放給大家看 好了 首先就放一下 我剛剛整套的Cosack 究竟有多重 它正重呢 它正重呢 就是1717 就是差不多跟我小型 差不多那麼重 然後呢 就是我這個 GSI的蜂巢煎餅 它就458g 然後呢 就是Trangia這個Cosack 就是388g 你想想 Trangia整套的東西 才得到388g 跟那個GSI的Cosack 其實相差挺遠的 那最後呢 就是Snowpeak那一套的Cosack 那它整套東西 硬鋁 才563g 那所以其實呢 那麼多套 整套Cosack裡面 性價比最好 其實就是這一套 Snowpeak的Cosack 用得最多的次數都是它 好啦 那今天的時間呢 差不多了 大家如果對我這些產品有興趣的話 下面呢 會有條link給大家去 今天去買的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下面like 和subscribe我的channel 按下旁邊的鈴鐺 那有什麼影片呢 就第一時間可以彈到通知給你看 好 我叫Wilson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